救生命 近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 来哦,快来听讲讲 大家对我来哦 这回来学乎了 警察的故事哦 阿星哥公告 公出父教的经历 公出父教的故事 各位观众朋友 欧米豆腐 非常欢迎在一起 来观众到阿星哥公告这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团员里面 我们可以向福教这么多 好听 而且还有意义的故事 来向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给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在日常当中 因为复发的主任 在我们生活中会越来越幸福 同时烦恼会越来越做 去到前一刻呢 我们公得市呢 有基盘到三大大街 在这个盖肥里面呢 非常地出生 这个盖肥呢 来自呢 这个澳洲啦 美洲 这包括美国 加拿大 甚至呢 这个匈牙利 澳洲呢 跟我们中国香港的印尼 都有盖肥里面呢 在这个盖肥里面呢 在这个盖肥里面呢 真的是看到这么多 我们出家师傅 要求三大大街呢 这种精神 发心 来 来求修 这个盖肥呢 非常地感动 尤其呢 在这个出家师傅里面呢 不管他出家前 什么身份 我们听说 有的也是大 当市长 他奉害到 于 啊 我们 在家呢 这个 社会的事业 啊 来剃道呢 救修 这个三大大街 那么在这里呢 有人在问 既然 学会收贏 一定要出家 在家来修不是不错吗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台地道路里面 有一个记忆呢 有说到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空穷 虽有色 嫌身 就是说 空穷虽然 有很美的 他的这个乌母 来重厌他的生活 但是呢 不如 风格 凌云飞 虽然空穷 有这么漂亮的外表 但是呢 他外地 他的生活 環境呢 非常地狭隘 不如呢 这个红燕 大人照呢 他有法导力 背过一周 过一周 所以在这台家呢 红燕能够远飞 也能够高飞 这就是空穷 他做不到的地方 这就是空穷他做不到的地方 他的出家舒服呢 他的攻击 所以说到这台家的时候呢 有人就说 我们做人是要一个自由啊 在家继续自由 他不用让 那年纪念来给我们塑造 出家就不同了 他要收 两百几条 三百几条的概率 把他喊这条呢 让他的生活 他的行为 他的行动 要收到概率 在他辱送呢 不自由 说到这台家的时候 我们就要探讨 什么叫做自由 如果 你发生的 事情呢 让你删成到 没法度这么自由的时候 可能你的生活 就会另外一种斩除 当然 经济不够 请问你有法度自由吗 当然 我们的健康出问题 请问我们有法度自由吗 对吧 当然 本身 我们受到法律的建制 请问我们还有法度自由吗 所以说 在幽婆社这些人 幽婆社街景里面 有说一句话 他说 宅家族人 是 kangoby家所斩团了 就是我们宅家的人 有这么一个 有因緣在牽涛 所以在家人 是怎麼會搬受 就是牽涛一牽涛 這家的因緣 就像一群 小褲的麻糬 把你塞白條的 你根本沒辦法 有那個離路 來把它淘開 所以說在這家的時候 如果說到出嫁 為什麼才會出嫁 每一個人出嫁 他的因緣不一樣 那麼如果要看出嫁 他的代表性 我們要看佛德 佛德當初 是怎麼才會出嫁 簡單說 他就是要求解脫生死 因為佛德他發現到 生死如果沒有解脫 六島輪迴 應該沒停止 六島輪迴沒停止的時候 我們人是多在苦海裡面 所以說到這個出嫁 他的屬性度 在佛德他的故事 裡面讓我們有看到 今天 修仙要來跟各位觀眾朋友 來分享的 就是一個老夫人 他出嫁的因緣 說到這裡的時候 佛德賺金跟阿蘭專家 他出了訪法 途中 在白樓的時候 在這個樓邊 看到有一個老夫人 他在一個公寺 過去沒有自來水 都有鎮頭 他在公寺 在那裡沖水 因為這個老夫人 他就是在山內 一個大富翁 裡面一個沖岸 他的工作就是 沖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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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夫來大小來用 當這個老夫人 他在公寺在那裡沖水的時候 他就跟阿蘭專家說 他說阿蘭 我這個伯 你把他拿去真邊 向那個老夫人 來把他蓋一沖水沖水沖水 阿蘭專家 他當然 他會聽佛德 他的支持 所以阿蘭專家 他就這樣跟佛德的伯 這樣把他相手捧 在那裡沖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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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他親身碰到膊 相手的強勁 要來強勇佛陀 他就怕怕怕 怕到佛陀的生活變的時候 經前看到佛陀後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把他的保障放在肚子 放在肚子後 老夫人相手就把他佛陀沾 就沾沾沾沾沾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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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我们的佛徒主婢 他跟阿兰专家说 阿兰,你不要把他执照 因为这个老妇林 是我五百世俊前的老母 他今天看到我 就亲情看到他的儿子 所以他就亲情过去 他在摸他的儿子的情形 把我摸掉掉 那么说到这个时候 老妇林听到说 他就是五百世俊前佛徒的母亲 心中又惊慌 他都不记得做人的 这个造诊 做人的努力 他的辛苦 他就很开心 这个时候佛徒就说 阿兰,你去把老妇林 他的主人请过来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阿蘭尊者 他也是聽佛祖的話 他就去找老夫人 他的主人 當他的主人 來到佛祖的面前 主人就整個頂著 想笑合唱 因為這個老夫人的主人 他是佛祖的帝主 佛祖就跟這個主人 他講 我跟他說 這個老夫人 你要幫他走 讓他來出嫁 因為這個老夫人 他如果是出嫁將來 他可以生阿樂汗 主人聽一個 有這麼高興的 說好好好 我聽佛祖 我聽佛祖的 老夫人 你現在開始自由 你不用等我這麼做的工作 你對佛祖去出嫁吧 那老夫人 他就很高興對佛祖回去 阿蘭專家 把老夫人帶去 佛祖鋪 佛祖 比丘年 啊 這個政社裡面 裡面都是BQ年 他就去那 這樣落伐 替肚 結果這個老夫人 他出嫁之後 他出嫁了的時候 很精神受傷 沒多久喔 沒多久 老夫人呢 他就來 爭到阿蘭汗 而且呢 在全部的BQ年裡面呢 他是一個通經第一的BQ年 就是佛祖 他所開始的佛法 這些經文意義呢 他有法度完全通貨 他有法度完全通貨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佛祖的佛祖 他就心中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 這老的老夫人 他這麼老才出嫁 沒多久 就有法度 證明到阿蘭汗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那麼阿蘭專家 其實他都知道 中BQ 他心中的疑問 所以阿蘭專家有一天 他就來問 清死佛祖 因為說 為什麼一個老夫人 他來出嫁 沒多久 他就有法度 這樣受傷來證明到阿蘭汗 那麼佛祖 他就在台中 開始的時候 他就在說到這段因緣 他說過期了 在佳祖如來的 子世的時代 這個老夫人 他就已經在佳祖佛 那裡出嫁 那麼就是這個因緣 讓這個老夫人 金星 他的火鐵經濟 很固執 所以他就證明到阿蘭汗 那麼當佛祖 公告家的時候 他就說 但是這個老夫人 當初他在佳祖佛 那裡出嫁的時候 他的財力超人 他的能力非常好 做中 他的狡猾 所以他在講話的時候 那時候 我都完全 都那種 擁萬志氣 對人來說 就是說 你才會這麼繁忙 你才會沒辦法穿我這樣 每個人都會 就這樣做 這樣做 讓人難過 尤其他對中路BQ 這個出嫁人 他經過 把他踢上 所以在這裡 過去世 這個老夫人 他在佳祖佛 那裡出嫁 因為正下到這個奧緣 所以老夫人 生生生生生生 都出世在貧賤的家庭 那麼 在這裡的時候 大師又繼續問 今天 是怎麼這個老夫人 有辦法到佛祖 來結這個緣的 佛祖說 這又是另外一個因緣 他說在過去的時候 這個老夫人 他有一個兒子 在那個國家裡面 是生活非常困難 他們這個孩子 非常打拼 每天做苦工 賺錢要來養他的母親 生活可以讓他過得好 但是 很不可能 當這個孩子 打拼來做苦工 收賺的錢 沒辦法讓老夫過好一日 所以有一天 這個孩子 就跟母親說 說媽媽 我想要出來外面做生理 做生理 賺到多少錢 來服用到我們母親 代人 他媽媽聽聽也說好 出力就要小時候 所以他們兒子 離開母親後 很不平的事情 他的故鄉 所以發生困難 發生困難 發生困難 這個孩子的媽媽 先讓 這個特輪跟女兒去 也是一樣做幹 在那裏做苦工 做苦工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的父親 在外面做生理 賺很多錢回來 結果回來的時候 發現到說 哇 母親沒去 他就去探聽 他媽媽是早去哪裡 人家就跟他說 你媽媽去讓女兒去 他說這是女兒去哪裡 他就開始很煩惱 他就在這找那找那找 找中間的所在 終於讓他找到他的母親 但是他的母親這個時候 在人家到底做老幹 這個孩子呢 他就拿這麼多錢 去拿他母親 給他買心回來 給他自由 當母親上回了的時候 老母非常開心 他就跟這個孩子 攬著 這個年輕人也 跟他們母親攬著 中處這個老婦人 就過了很幸福的日子 佛島說到這時候 他就跟大長講 他說 他說過期那個孩子 那個年輕人就是我 那個老婦人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老婦人 所以說在這裡 有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就去貼乎一點 出家有出家的姻緣 事好事外 要看個人內收 那麼出家是一死人的事情 對 他是一死人 但是有的人一死人 他很低 所以 曾經在德寶藏金裡面 有說一個故事 他說 在印度有一個國王 叫做幽陀縣 幽陀縣 幽陀縣 這個國王 他是一個人君 他帶到一個 夫人 就是王兄 非常美麗 非常重厭 但是 非常有禮貌 這個國王 夫妻 這兩個人 相處 我們這樣 感情非常好 但是有很不幸 有一天 王兄 就在到一個絕情 他這個絕情 在到之後 他的人生 開始 非常痛苦 尤其到最後 他知道 他的生命 存無幾天 當這個王兄 在感受到 他說他的生命 存無幾天 的時候 他向來想到 以前 我聽到一個法書 開始 那個法書 他開始 說 人只要一眉一日 有法度來出家 而且 死亡重厭 這個公定 可以生天 所以王后 去想到 過去我聽法書 這樣說 他就真有信心 他就找到國王 他說 國王 國王 我的生命 存無幾天 我剛才去想到 以前我聽過法書 他這樣開始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是可以出家 一眉一眠 這樣將來 我可以生天 但是國王 他怎麼想呢 他說 王妃 他說 王妃 王妃 我非常愛你 准說 他還有幾天的生命 我拜託你 你頭前這幾天 繼續背我 當你最後一天 才去出家 好嗎 王妃 沒辦法 他也是要背國王 背 背了這幾天 按純署你 最好一天 身體各方變化 很無所謂 王妃知道 他的生命 可能剩一天而已 他還抓到 跟國王講 他說 國王 我的生命 可能剩一天而已 你讓我去出家 好嗎 這個時候 國王 雷神 雖然人家不敢 但是他跟王妃講 他說 王妃 你這麼善良 你的身體又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如果是不讓你出嫁 又如果想說 站在人前我說不過 好,我答應你出嫁 但是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王兄說什麼條件 他說 如果如果是你出嫁 一枚一枚 那個攻擊有辦法讓你生天 那麼當你生天的時尊 你會進行、記者 要回來看我喔 王兄說 好,如果這是我出嫁的條件 這樣我答應你 所以王兄他就去出嫁 當他的師父 替他剃毒了 替他團修八次 那麼這個王兄 他就在一天裡面 真的刺他很重厭 有夠靜靜下去受傷 下降會知道 王兄就來過王去了 就來王生去了 王生去的時候 因為他真沒真是 靜靜出嫁、死戒、重厭 這個攻擊真的要讓他生天 那麼在他要生天的時候 這個王后呢 我想到說 國王當初有講 他如果要生天盡情 要回來看 這樣我不會失憂 所以王后呢 他就用天人的身屋 回來王兄 要來看國王 想不到天人來到王兄的時候 整個王公都要放大公明 天人出嫁 國王看一家一家 他問說你是什麼人 你怎麼會跑來這裡 這個天人就說 國王我是你的王后啊 我已經出嫁 這個公道我要來生天了 過去你有國人拚 我現在要拚拚、拚拚 我回來來看國王 哇 國王這個時候很開心 他說來王兄 來你過來過來 過來我先去兵賊 我們兩個好好講話 這個時候想不到 那個天人說什麼 他說 站在天人的角度 我現在看到你 是來生肚子有夠不賣 而且你整身屋臭毛毛 不只你吵 還有生肚兵 這家你的大神 大家都生肚子很壞 生肚兵也臭毛毛 我不敢挖過去 哇 國王聽到這裡的時候 他的心中 開始有種 不知道怎麼說的感覺 但是他的生活是想什麼 我們王兄出嫁一萬一日 他的公道就有辦法讓他生天 聽說天人一將所欠的福報 比一個園伏體的福報更大 這樣我做到這個收工的國王要玩什麼 啊 過去不要做不要做 我還是來出嫁 所以價錢而已 這個國王就跟這個王位團後 王主他就去出嫁 沒多久也是證明到阿羅漢國 這個國師呢 在德寶藏金裡面有講到 所以各位菩薩 出嫁的講到非常舒服 它是一個解脱 它是一個自由 不是我們所想的 這種行出嫁呢 上就是所謂 秀國師 戴欺時 非常高興 我們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觀眾朋友 共同來探討 這個主題就是出嫁 我相信在未來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來探討到佛教的精神 再一次感謝你們的收看 當然是來祝福您 歡迎我們在家有請 請多多我們的親家朋友 來觀賞到 阿神哥 光顧 感恩 有佛法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 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 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廚房中常有螞蟻 是由於食物的氣味所招引的 因此應該盡量使廚房保持清潔 祝福生靜土 祝福生靜土 沉浮度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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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